听声询问,寻达时间15分钟 好,洪副院长,在座各位考试委员被提名人 立法院各位同仁 那么,我想啊,昨天本席也在这里针对院长、副院长被提名人 来做这个寻达 那么,因为他们两位是如果通过人事同意权之后 那么来这个组长我们五权分立的其中的一个考试院 所以,听声也针对所谓的考试院的功能 到底在现有的这个宪法的这个架构之下 那么,需不需要再来向目前有许多的人士 包括在野党提到,来修正 甚至于删权的概念 那么,两位这个院长、副院长被提名人 他们也都踩着开放的角度 那么,也就是说,在宪法还没有修订之前 因为宪法是一个知识,修宪是一个知识体大的工作 那么,两位被提名人,其实他们都抱着一个开放的一个角度 那么,因此,我也希望说,应该把整个考试院的整体的功能能够发挥 如果能够把考试院的功能能发挥的话 当然,我们在谈修宪的时候 当然,就能够知道 到底,他的这个轻重缓急的这样脚步 那么,在这里呢 那么,本席强调考试院的功能 在考选,在这个权序 乃至于,这个争选拔着优秀的文官 那么,在这里呢 这么,本席在,刚刚吴宇人委员也提到了 那么,整体而言 如果说,整个考试院的功能能够配合现有的组织改造 来对政府的各项新的组织改造之后的配套 来做更多的一个文官的一个拔着 乃至于考选的话 那,考试院岂不是他的功能就更大了吗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 那么,在这里 我今天针对九位我们现职的考试委员 当然是,这个,下一届的被提名人 那我想,那么就容我 这个,按照我自己认为各位 当然各位的履历啊,都是一时之选 那么各位的精力也都是相当的丰富 那,但是呢,我今天要来答询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比较全国性的 那么,一个是比较地方性的 那就容我,先请这个张明珠委员 好,各位委员,辛苦一整天的答询 那么,刚刚吴毅仁委员提到 整个军职转文职 如果在现有的募兵制度之下 那么,我们考试院应该要主动的 因为整个组织改造 那么,又要提倡募兵制 如果不能够让军职的整个 他的一个职业的生涯规划 来做配套的话 那,我觉得是 对于这个组织改造啊 是相当的可惜 而且也不能彰显出 组织改造的效率 那更何况,吴毅仁委员刚刚也提到 一个年轻人,尤其是上位军官 如果按照他这个官校出来22岁 15年之内没有办法再进阶的话 他退休的年龄 退伍的年龄是37岁 那么37岁 其实正值这个壮年啊 而且啊,在他军中所训练的经历 按理说啊 应该能够有一个好的制度 要来规划 让他能够依考选的方式 来转成其他的为国贡献的职务 那么中华民国宪法有规定 或者说条文下有这样的一个内涵 那么对于啊 这个身心障碍原住民工作等 要保障他的工作权利 那同样在88年的宪法修正 这个征修条文里面 第十条第九项也明定了 国家应该要对于这个军人退役之后的 就学就业就医就养予以保障 那也就是说 根据这样一个宪法的内容 那么很可惜 我们到目前为止 国家并没有一个制度 那么来保障 我们将来募兵之后 如果说义务义 它只是一个征兵的意义 但是募兵之后对于这些军职的同胞 它是一个职业 那么我想任何一个家庭 一个家长 他不希望看自己的儿女 到了这个社会上有了一个职业 但是因为啊 整个制度上的不完备 而强迫 这个被这个无法继续工作 那么因此呢 我们整个募兵制的成功与否有三个关键 一个就是待遇出入乃至于尊严的问题 那么本席在这里啊 就想要就教于各位 如果说 我们对于这个整个 这个君子转这个文职 那么目前啊 其实也有各项的 这个国家的各项的文官的单位 包括国安啊 国安会国安局国防部的辅导 国防部辅导会的文职 乃至于海巡署 以及中央还有直辖市政府的 这种议政单位 军训单位等机关 可以让他们从君子退下来之后 经过考选以后转到文职去 那么我想要就教于四位被提名人 是不是啊 各位能够很简单的 把你们对于修正公务人员考试法 第二四条第一项的规定 来符合这样子的一个配套 不晓得各位的见解如何 师傅我们先请张明珠张伟好 我就按照这次序 简单就可以 谢谢委员 关于这个军人要改为穆兵制 我们面临的挑战 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我记得我们上个月才去访问退府会 特别指定去参观退府会的职讯中心 就是我们考虑到对于穆兵进来的优秀的年轻人 将来他们一定要给他好的出路 才能吸引这些人来参加这个国军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认为说 在转任考试部分目前就已经有了 那我们还是希望跟国防部退府会的再协商 释出更多的名额 因为我们也要求国防部 目前他们的规划里面也要增加一些文职的缺 所以除了用人机关释出原额 在转任考试他们可以做处理之外 我们还是比较重视 他要给他就学和就业方面的辅导 所以我们特别去看质讯中心 张伟员您说现在有转任考试 那24条第一项的规定 不修的话就能做到吗 目前就有军官转任公职的办法 军官转任公职的办法 但是他是以少校的军阶为限 那本席刚刚讲到的是上位军阶 所以本席的意思是说 如果能修订24条成为上位的军阶 是不是比较恰当一点 我想这当然是可以研究的 但是这中间可能要有共识 那我们比较强调是他辅导他第二专长 希望他继续就学 好那请蔡委员 谢谢委员 我想就本项议题来讲 是长期一直 就是民国70年代以后 慢慢才把他 本来以前有国防特考 还有退出于官兵特考 还有国军上校以上的军人转任 这个减和的部分 军人转任部分 他在早期的时候 是在民国80年代以前的话 他实际上可以到各机关都去 而且他可以到检任职 那现在目前国军上校里面 我们今年本人也做了 当了这个点数委员的委员长 但是他就硬考人 就比那个缺额来讲 就是差一个而已 所以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我们有开出 总共前后加起来有六个缺 但事实上他来 他报名十二个来 来的七个人 后面考试还是不足 那可不可以蔡委员 也针对上位的这个 上位的部分就是因为现在目前 少校也要退出官兵那一部分 我们现在是针对在少校的部分 上位的部分我的意见跟张伟 是一样的 我觉得在沟通上来讲 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让很多的军人退役下来的话 我们要考量现在很多文职人员 因为长期我们是军文分治 军文分治的时候 我们当然知道 国家是一体的 人才是共用的 那军方的人才在退下来 如果真的不错的 各方面那样的 除了刚才讲的 那个在辅导就业专长 第二专长以外 那么进入公务体系 如果他适合当公务人员的话 我们也 我想大家 对嘛 如果经过考选以外 他适合当公务人员 应该不要浪费 他这样的一个 至少在军职里面 被接受训练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好不好 那张委员 麻烦 谢谢王委员 我想基本上三个 要点来回应 第一个 我想应该去 强调一下 就是这个 我知道刚刚委员提的意见 是上位 15年里内 他在部队里面训练了他什么 如果说训练他所得到的 这个专长 第二个 如果是公务体系所需要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降低年龄的一个转任考试 何乐而不为 第三个 我们现在公务体系有96个职系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上位的这些退伍的军人 他有符合这96个职系 我们欢迎他转任 但是呢当然96个职系 基本上如果说是不包含他们有的专长 96个职系基本上也可以来做调整 最后一个就是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基本问题 还是考试的公平的问题 我想社会也会关注这个 好 谢谢 那么黄委员 是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 就是考试的这个公平性 就是说一般的考生 一般的社会大众能不能接受的问题 那么我们对 就是穆宾寺的这个 军官事官的这个照顾 我想可能有 有很多的工具 那国防部跟退伍可能有相当的资源 那到什么程度是要来 也可以有加分的这个机制 有不同的这个隐身 这个隐身的这个隐身 那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整个一举打破 这个就是说这个 这个既有的这个就是限定性的考试 那么这个社会的这个这个可接受度 我想是比较大的 应该去努力的部分这样 好 那谢谢各位被提议人 是不是我们就请就座 那么本席认为 整个国家在推动新的一个制度 那么尤其像穆宾寺 那么大的一个 一个对社会的影响 本席再次强调 请考试院 刚刚针对四位委员 现任委员 而且是下任委员被提名人的回答 我希望还是要好好的谨慎的考量一下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制度 事实上对国家更完备的 这样的一个 对于将来职业军人 他的生涯的规划 因此呢考试院的功能 应该要在这方面多多的来发挥 那么接下来 我想这个是不是 因为我还是请其他五位委员 这个上台了好不好 不过我简单的 拜托我们的何委员 李委员 陈委员 赵委员 好 请这几位委员 候选人上这个 好 那各位就就位 本席来提到 那么昨天跟院长副院长的答询当中 本席有提到 花莲地主偏远地区 站得下吗 可以 好 花东啊 甚至离岛 是偏远地区 那么如果以考选 这样的一个人才 把着这个优秀的文官的 这样角度来看 其实啊 我们很难留得住人才 那么因此呢 本席昨天也问了 这个提问了 这个高副院长 被提名人 那么103年1月22号 公务人员考试法修订公布实施 将原来的 这个高 这个高等考试 那么及格人员 不得转调 原分发单位任用的期限 由6年改为3年 但是呢 对于 这个特种考试 其他的包括身心障碍 原住民 民主等就业的权利 因此呢 能归的要照顾这些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同胞的话呢 能够维持在原来的6年 那么再转任到原分发 转任出原分发任用单位 那么我想啊 我想要请教各位 很简单 是不是 各位 是不是能够再 就是 给个答案 说您认同不认同 那后面要讨论 要推动 再说 那么当然 这里面赵委员 也是来自于我们立法院 也对花莲都相当的了解 您认不认同说 如果应该把偏乡 离岛 跟着现有的 所谓的这个 身心障碍 援助民族等 这样的一个 能够维持6年 考进去以后 要维持6年 才能转任的话 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人 才能留在天乡服务 是不是我们 我也按照何委员 这边开始好不好 何委员 认不认同 我们就很简单回答 特考现在就是6年 特考现在就是6年 那偏乡也是6年 偏乡也是6年 好 那高考的话 现在本来是1年 我们现在延长为3年 延长为3 减短为3年吧 1年延长为3年 好 那这样子好了 那如果加入我们地方 特色性的题材入题的话 那何委员 你认为 认不认同 我自己来自于澎湖 我了解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可以往这个方面 可以考虑 好 那李委员 国家的考量 要考量这个 公务人员的稳定度 那然后我们也发现 我们过去的一些困扰 跟一些困难 就是稳定度不足 那假设我们要为了 国家竞争力的努力的话 我们是赞成1年变成3年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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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